在上一期的弯屏中我已经提到了 我们已经搞到了一颗i37350K 还有一颗奔腾G4560 这两颗CPU号称是英特尔的第七代CPU中 最有创新力或者是最让人期待的两颗CPU 包括这个i37350K是一颗不所备屏的 可以随便超频的i3处理器 而这个奔腾G4560则是一颗带有超线程技术的 双核四线程的奔腾处理器 前所未有是吧 那么在弯屏中很多的朋友也向我们发来了问题 想要了解这两款处理器 尤其是想要了解G4560的人特别的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比较的便宜 那我们今天就就这些问题来实测一下 来通过这些实际的测试来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 首先G4560能不能流畅的运行守望先锋呢 我们搭配微星的GTX10606G红龙显卡 内存采用了微钢的XPG16GDDR4-2400内存套装 主板使用了微星的Z270X Gaming Titanium 在守望先锋中我们开启了1080P分辨率最高画质 100%渲染 使玩充满了复杂战斗场景的战斗狂欢模式 左上角的帧数一直都能保持在80帧以上 由于我们的视频是以30帧录制的 所以看起来观感可能会受一点影响 实际的游戏体验还是非常流畅的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掉帧或者卡顿等情况 G4560和i3-6100有多大差别呢 由于G4560这次加入了超线成功能 那我们不免要将它和i3-6100做一番对比 首先我们跑一下Sunbench R15的渲染性能测试 可以看到G4560无论是单核心还是多核心的渲染性能 都略逊于i3-6100 也许这是由于两者之间主频相差0.27Hz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在实际游戏体验当中 两者的表现 首先是一款对CPU要求比较高的游戏 彩虹6号 围攻 我们开启1080P最高画质 通过游戏内置的benchmark程序来进行测试 G4560的表现略逊于i3-6100 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 然后再来试试GTA5 开启1080P最高画质 4倍抗拒尺 G4560依然是略逊于i3-6100 不过差距仍然非常有限 可以说G4560的游戏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与i3-6100的差距也许是由于主频的差距所导致的 不过G4560和i3-6100除了主频以外就真的一模一样了吗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两者的CPU-Z截图 G4560采用了所谓全新的KB Lake架构 而i3-6100则是使用的Sky Lake架构 但是稍有尝试的人都能看出 这两代架构之间并没有任何因架构所导致的性能差别 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两者的指令机 可以看到G4560相较于i3-6100 缺少了AVX、FMA3和AVX2这三个是令吉 不过除此之外别的参数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就连缓存大小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真的只有这点区别吗 非也 我们运行了IDA64的内存与缓存性能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虽然G4560的缓存容量和i3-6100并没有差别 但是在缓存的读写速度和延迟方面 都与i3-6100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也许是通道数或者是缓存的运行频率所导致的吧 不过缓存速度和指令机的差别 反映在具体性能上有多大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进行了转码测试 我们使用Media Coder对我们的祖传片头 进行H.265到H.264编码的转换 测试结果表明 G4560和i3-6100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接近20%的差距显然不仅仅是主频所造成的 但是在AE的运动跟踪当中 两者的性能差距仅仅7%左右 和频率的差距基本相符 所以说两者的差距只有在某些特定的使用场景 才会比较明显 而在另外的一些情景当中 可以说差距并不大 总的来说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应用场景当中 G4560的性能水平其实和i3-6100差距并不大 而只有在部分使用场景下 两者之间指令即可缓存性能的差距才能够有所体现 考虑到G4560的价格比i3-6100低了将近一半 因此我们认为它的性价比相较于i3-6100 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G4560所使用的入门级核心显卡 不同于i3-7100 它使用的是HD610 而非更高端的HD630核心显卡 这就意味着它的性能非常有限 3DMark11的X分就很好地反映了它的悲剧 即使是与i3-7350K所采用的HD630之间的性能差别 也是十分巨大的 GPU几乎只有一半的分数 别忘了 根据我们上一期对于7700K的测试结果 HD630和i3-6100所搭载的HD530并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HD610还是能做一些微小的工作的 比如在洛尔路中使用1080P高画质 HD610仍然可以在团战中保持较为流畅的性能水平 而在守望先锋中 由于HD610的性能较为雷若 我们将画质设定在了720P100渲染最低画质 游戏虽然仍然称不上流畅 但依然保持着30-40帧的水平 最低帧大约在25帧左右 对于这种级别的核心显卡来说 也算是人至义尽了吧 G4560的温度和功耗表现如何呢 在这个环节我们搭配了规模比较迷你的 渣满神木双热管散热器 并使用7783硅脂 在待机的条件下 G4560和i3-6100的核心温度都只有35度 而当我们进行Prime95的烤机测试的时候 i3-6100的51度的核心温度 比G456049度的核心温度稍微高出了那么一点点 这个差距也同样反映在功耗测试当中 待机情况下两者的平台功耗都仅为42W左右 而当满载时 i3-6100的平台功耗达到了73W 而G4560则只有63W 相信除了主频和更为先进的工艺之外 AVX指令级的缺失也可能是造成功耗差距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 这还是一颗很绿色的处理器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i3-7350K的超频能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拿到的这颗CPU是阵线版 经过多次的尝试 我们也只能将它从4.2G超到4.8G的水平 而此时的电压已经加到了1.55V 这种体质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通过Cinebench R15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性能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单核性能还算不错 但是超到4.8G 也还是达不到普通i5的多核性能水平 希望这只是因为我们手上这颗CPU是ES版的原因吧 但是在考虑到其1300元左右的盒装售价 建议大家还是在观望观望吧 看完本期快速评测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两颗CPU都有一个大事的概念 G4560确实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CPU 它性能接近i3-6100 但是它的价格却只有i3-6100的60%左右 如果你是一个预算不是很多的普通玩家 不是一个重度使用者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非常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那么i3-7350K这边就有点尴尬了 它的性能确实已经接近i5 而且它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意 但是它的价格实在是有点昂贵的 如果它能够做到900元左右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毕竟如果你要花i5的价钱去买一颗i3 然后再把它超到i5的水平 我觉得那真的是有点多此一举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这一次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送出这一颗 奔腾的G4560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CPU 对吧 那么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奔腾大法好 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别忘了3月2日晚9点来我们的B站直播间 观看Ryzen处理器的首发直播哦